音乐真好听 听了几点了 十二点多了 来 再喝点水吧 到家还有一会儿呢 我还被你在水里放什么了 没有 没有 没有水里什么味 你问我几点了 是到点了该喝药了吧 你觉得我有这个事吗 我告诉你 我没病 谁啊 怎么不接啊 你打错了 打错了 万叶三千里你是打错吗 女的吧 到底是谁啊 是谁 你说呀 不接是吧 接我不接 桑一林 是打错了吗 女孩啊 不接不行啊 喂 什么事 喂 吴总 我 我想辞职啊 我不干了 你随便 吵架了 当一林水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你别乱说好不好 那是我们单位 新来的一个女同事 一小女孩 新来的小女孩就好上了 你真行啊 吴海斌 我真想看你 你是后悔跟我结婚了是吧 行 我跟你离婚 你这段时间忙里忙外 你是躲着我是吧 天天不回家去躲着我吧 我躲着你什么了 我现在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呢 你晚上回来是不是 我去接你 我怎么会躲你呢 你是看在我妈的份上 跟你妈扯什么呀 人家能说什么呀 行了 你能不能独闹了 咱有什么话 马上到家了 到家里说行不行 不行 你现在就跟我说清楚 说清楚 章一林到底是谁 可我什么怪都没有 你不说是吧 行 我自己问他 方一林是吧 你又来了 不拿 喂 方一林吗 你个狐狸经济半夜三更 给我老公打电话干吗 你向我示威是吧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 行 谁怕谁 你 挂我电话他敢挂我电话 你就是他我是谁 行 很好 关心 他们家电话多少 我不知道 电话多少 不知道 不听着 你不知道昨天的是不是 你是不是不光知道 他们家电话 你还去过他们家对不对 你知道他们家住了多久 你说 我不认识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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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家有吃的吗 饿了吧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播报 昨晚凌晨时分 著名企业家汪晴爱女与丈夫 回家途中发生车祸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今天凌晨时分 加河区内一辆名贵轿车 撞上扣中央隔离弹 目前警察和交警已经赶往电场 具体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这不是吴总的车吗 老公 吉强 怎么样 怎么样 没没没事了吧 他伤得不重吧 怎么样 手术成功吗 没人躺没能抢就过来 走了 干嘛 太太 你冷静点 太太 怎么可能 没事 您不胜 既然顺便再去 我的妹妹昨天还好喝的 怎么可能 走了 你让我见见我的孩子 你让我见见我的女儿 你让我见见我的女儿 我见见我的女儿 我见你 妹妹 我 我见你 妈 妈 妈 那海兵呢 海兵怎么样 海兵刚刚做点手术 这件很虚弱 你不能再说自己 我要问他 我问他怎么开始 怎么会这样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方小姐 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您在这上面签字就可以了 哦 签吧 桑小姐 请问您是现金还是刷卡 刷卡 恭喜你啊 终于当成业主了 少来了 要不是一年之内有促销 我才不会出此下策呢 哎呀 行了 你钱都交了 还说这些干吗呀 而且我表姐不是都说了吗 这个楼盘啊 以后生之空间可大了 卖出去能赚大钱呢 小姐 我是用来结婚的 又不是用来赚钱的 都一样 都一样啊 喂 吴总 我让你给我弄资料弄好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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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 我马上就到公司了 我刚才出来吃口饭 对对对 那我送你办公室行吗 好 你快点 给我拿过来 好的 吴总 给 回去吧 好 我走了啊 拜拜 拜拜 喂 你总算答对了 你今天怎么搞的 糊里糊涂的 不像你啊 对不起啊 以后我不敢了 威尼人事怎么样了 张忆一灵 你到底出什么事了 怎么魂不守舍的 哎呀 子丹 你快点接电话呀 就说他了 我看得好 我会自己除了 你不需要 走了 拜拜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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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凉 还没走呢 马上走了 走了啊 再见 喂 喂 子丹 你这两天跑哪儿去了 我给你打电话都打疯了 我去过你家也去过单位 就是找不到你 你跑哪儿去了 我有话想跟你说 我也有话跟你说 要不这样吧 现在应该是五点钟 我在公司等你 你五点半来接我 我去不了 我们还是在电话里说吧 我想通了 我们两个之间 光有爱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还是 分手吧 分手 无话直说吧 我跟依林呢 已经交往了几年了 现在我们都找到一份 固定的工作 我是想让依林嫁给我 不知道您的意见 干工作吧 要房没房 要车没车 行了 小伙子 叔叔实话告诉你 我是不可能 让依林嫁给你的 您相信我 我对依林真是真心的 您再给我点时间 我 我现在已经 找到工作了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那不代表我以后 什么没有啊 叔叔 您答应我吧 答应你 爸 除非我死了 叔叔 爸 叔叔 你还在生我爸气吧 你别再生他气了 他就那么一说 他是这样的人 依林 那天你爸已经 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他说除非他死了 否则不会同意 我们两个在一起的 我觉得他说得没错 我现在的条件 根本就没办法 跟你生活在一起了 所以我不怪他 是我不配的 这才几天啊 之前咱们怎么说的 说永远都不分开 你在哪儿呢 我去找你 咱们当面说 你别过来了 我不在家 我把房子都买了 咱俩随时可以结婚 买房 你 你拿什么钱买的 这你别管了 你就跟我爸说 这房子是你买的就行了 我不会接受的 你爸本来就看不起我 现在连买房的钱 都是你来凑的 你觉得我能接受吗 我不想多说了 等以后我也有了钱 再来找你吧 我告诉你们 我现在觉得我特别难过 我都不想活了我 这么多年的感情 他说要和我分手 就跟我分手了 我觉得你爸说得也挺过分的 这哥谁谁心里能好受啊 况且方子丹他自尊心那么强 而且你爸那是为了你好 他是希望啊 你以后不会跟方子丹一起受苦 你说他家的条件你也知道吧 能供他上这大学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大学毕业之后 你再让他去买房子买车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你要谁谁都买不了 我就不明白了 现在这社会到底怎么了 这没房没车就不能结婚 为什么呀 我跟你说 你还真就是个死心眼 跟你说了也白说 算了算了 你也别喝了 你们俩毕竟好了那么多年 方子丹说不定过两天 就回来找你了呢 他才不会找我的道理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谈了六年的感情 这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 我现在还背了一屁屋债 我还上什么班啊 我现在打电话我不上了 干吗呀你呀 我能不能替自己做一次主了 行 喂 吴总 我 我想辞职啊 我不干了 你随便 你随便 随便就随便 我正不想干了呢 还随便 这都什么态度你说 行了行了 喝吧 喝吧啊 反正明天不用上班了 来来来 来 你别我喝 谁呀 我也别 好好说好好说 喂 吴总 喂 方依林吗 你个狐狸精 你半夜三度 给我老公打电话干吗 你 你是谁呀 是有病吗这人 什么 神经病 这女的给我打电话 半夜说我是狐狸精 不会是她老婆吧 她爱谁谁 我都不管那么多了 我都不干了 我管她是不是她老婆呢 她老婆也太不开眼了吧 有我那么穷的狐狸精吗 你还笑呢 来 不来 不来 手机 我的手机 十二连十五 您好 请问一下 吴海冰在哪个病房啊 小姐您是哪位 我是她同事 不好意思 您不是她的家属 不能进去看她 求求你了告诉我吧 她现在怎么样了 抢救过来了吗 她老婆怎么样 没事吧 小姐真的不好意思啊 这是病人的眼丝 我也不方便说 您还是回去等消息吧 真惨了 这么年轻就死了 那么有钱那么漂亮 真是天度红颜啊 听说男商只是因为 在开车时候打电话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就撞上去了 难道真的是我那个电话 导致的 谢谢大家 海编啊 生活还要继续 我们大家一起向前看 加油 好 咱们加油 加油 加油 好 喂 世青 流量分析我看过了 我觉得跟咱们 估计得差不多 嗯 你可以做报告了 好 你顺便帮我把我的助理叫进来 好 谢谢 进来 吴总 你好 哎 你是 我是您的新助理 我叫珍妮 以后由我来配合您的工作 我会努力的 希望我能够胜任 哦 那桑亦玲呢 嗯 她已经辞职了 辞职了 嗯 这么少 一个多月了 嗯 来了来了 您好 嗯 请问找谁啊 我找桑亦玲 我是她的同事 我姓吴 哦 吴海冰吧 对对对 是我 好 来来来 进去 来 好 来来来 先坐 好 坐 哎呀 哎呀 听说上次那个事故 伤得不轻吧 嗯 休息了好长一段时间 这昨天才开始上班 哦 可我这一上班呢 就听说桑亦玲辞职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来家里想问问 亦玲啊 走啦 走啦 哎 叔叔 怎么没关门啊 好 莉莉 来来来 来 莉莉 我介绍一下 吴先生 哦 伊林原来的上司 吴海斌 啊 是我 吴先生 哎 莉莉 哦 伊林的好朋友哦 哦 伊林走以后啊 警察来看我 好 您好 您好 嗯 哦 好 你们坐会儿 我给你泡点茶啊 谢谢您了 坐会儿啊 好 你们坐 您是伊林的好朋友啊 闺蜜 哎 我刚听叔叔说 说伊林走了 我没明白她去哪儿了 哦 她 她去韩国了 韩国 去玩去了 嗯 文理小姐 我想给您单独谈谈 方便 谢谢 请慢用 接着说 伊林前些日子真的是倒霉透了 她那个谈了几年的男朋友 忽然提出裸婚 那你说桑叔叔能同意吗 你说她要房没房 要车没车的 伊林跟她在一起不是受苦吗 关键是 桑叔叔还当着那个男的面说 让她同意他们的婚事 除非等她死了 吴总您不知道 伊林啊 她是一个特别孝顺的孩子 她又那么爱她男朋友 你说她夹在中间 她是不是左右为难嘛 怎么着 她还没跟你联系呢 没有 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 你也别多想 我觉得 她就是想一个人静一静 跟你说个好事 能有什么好事啊 我表姐 在内部听到一个好消息 有一个楼盘过两天搞诉销 那个楼盘房价好地段好 格局又好 你跟方子丹不是一直 想要买房结婚吗 这可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你可不能错过啊 好机会有什么用啊 我们才刚工作没几年 虽然省吃俭用 但是共同账户上 根本就没钱啊 怎么够买个房子呀 才刚刚够吃饭的 也是 你说这楼盘 它再怎么搞促销 这首付款 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看什么呢 没事一广告 走吧 走吧 我们就拿一个超级了 我们可以给你一个小鞋 我穿了这个厨房 你们给了一个小鞋 你带很多家鞋 我去鞋 那边 你不应ен 你等一下 我去鞋 你不过 我去鞋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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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鞋 你不可以 我去鞋 你不可以 信用卡刷五十万 刷五万 好 您还有其他的卡吗 都在这儿了 他用信用卡透支买房 是啊 他为了保住他跟方子丹的爱情 他豁出去了 可谁知道 那个方子丹 根本不是跟他一条心 为什么呢 一龄拼死拼活地把那套房买了 你知道吗 方子丹人间蒸发了 吴总 您试想一下 一个女大学生刚毕业 工作没几年为了男朋友 背负着那么大的经济压力 你说他得多爱他男朋友啊 那个方子丹 连声招呼都不打 说走就走了 一龄为了他 真的是伤透了心了 就是你们出车祸那天晚上 一龄让我陪他去酒吧买醉 一龄那天晚上真的喝太多了 他觉得他对生活失去信心了 他什么都不想要了 所以他给您打电话 我拦都拦不住 原来是这样 后来他也不知道是听谁说的 说是你们出车祸呀 都是因为你边打电话 边开车造成的 所以他觉得特别愧疚 他想去跟您道歉 可是医院不让见 他拒绝得特别不安 尤其是您太太 那他为什么要去韩国呢 不是 你想呀 他男朋友男朋友不要他了 桑叔叔又知道这贷款的事 而且又把养老金拿出来 去给他还款 你说他这工作也干不下去了 这伤心地他能待了吗 所以就一走了之 去韩国了呗 哪里 你能告诉我 他在韩国的临近方是吗 你想干吗呀 没想好 那我总觉得得干点什么 好 没有能力 快点动了 下来 大家都到那边一起合 前边呢就是最有名的 购物片堂明洞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地方 大家都到齐了吗 好 这里呢就是韩国的最后一站了 咱们最后的这条街叫做明洞 是韩国非常有名的一条商业街 像我们北京的王府井一样 里边是购物片堂 你想买到什么都能买 如果你们需要什么的话 告诉我帮你们砍价 一定让你们买得物有所知 萨小姐 有你在我们玩得开心 买得也放心 是吧 那好吧 走吧 拜 走 这里边有很多的东西化妆品 都特别特别便宜 这个我是用过的 我觉得特别好 怎么样 都可以用这个哦 你们自己选 喜欢的最后给我 我帮你们去打折 阿姨你在看什么呀 这是核桃酥特别好吃 这里边全是核桃做的 老板 来蒜饭 成这样的 谢谢你们那么喜欢我 我决定送给大家一首歌 希望每个人都健康 所以这首歌呢 叫健康哥 他一定可以给你 到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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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我回来了 玲玲 过来坐着 告诉爸 你打算躲多久 躲什么呀 我没躲 我呀 看看爸 爸 你都知道了 这么多的单子 都寄在家里了 我还能不知道啊 你说你这孩子 就这么办事啊 行了 爸 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我不帮你 谁帮你呀 这个拿去吧 行了 孩子 房子买了就买了 当投资也行 当你以后的嫁妆也罢 随你支配 爸 我不能要 只是你一辈子的继续 我不能让我的女儿被一辈子债务 你连骨头扎的都是爸爸 爸还嫌疑你欠我一点人民币 拿去吧 你爸呀 急需也不多 得回来单位上提前预制了养老金 听爸的话 赶紧把这个拿去 把那些窟窿都给堵上 爸是敢猜快的呦 我这随便一剥了 就清楚了 那上面的利息都高得惊人哪 弄得不好 你一辈子万劫不复有 爸 我对不起你 爸 我不会再让你担心了 很快我就能把债务还清了 晚安哪位 吉林吗 对 我是 肖南 你在哪儿呢 你那边怎么那么吵啊 我在公交车上呢 难怪呢 你还没回家就好 咱俩见个面吧 我都快到我家楼下了 有什么事你就在电话里说吧 这有消息的事跟你说 反正是好事 你来了绝对不会后悔救世了 好 到地方见啊 好吧 好 好 好 这么晚了找我干吗呀 先来杯咖啡吧 不喝了 明天早上还有事呢 喝了咖啡睡不着觉 那我可就说了啊 你快点说吧 卖什么关子呀 做完了啊 是这样 有一个网站啊 想找一个会说韩语的 节目主持人 我推荐你了 就我这韩语水平 还节目主持人呢 差远了 谁要找一个会说韩语 那还不简单啊 人就是要找一个会说一点点韩语的中国人 你是最佳人选啊 我觉着我没信 你觉得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你只要是被录取了 那每个月就是有两百六十万韩元的收入 两百六十万 这还刚是起步价 你要是干得好的话 随时升职加薪 到那时候万一要有个什么 经销商让你谈个代言什么的 那你就发达了你就 什么时候面试啊 你这会儿又着急了吧 我还没跟你说 这栏目的风格和内容呢 风格和内容都不重要 我一定能胜任 我可准备着了 你就时刻准备着吗 两百六十万啊 将近两万块钱呢 咖啡来一杯吧 我不睡了 咖啡 三 一 四 开始 大家好 我是你的朋友桑依林 我现在在韩国 大家也知道 韩国呢 也有悠久的历史 我背后的这栋房子 就是韩国古人住的地方 相当于中国的故宫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请跟随我进去看一下 他们是怎样生活的 走 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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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恭喜啊 我可听导演说了 你现在已经被公司正式聘为 合约员工了 那就是说以后 每个月都有三百万的收入 生活费和学费都解决了 向南 我这一次一定要好好地谢谢你 你谢我干吗呀 这是你自己的努力结果 你说你那 你那节目一播出 点击率那么高 还请我吃饭 我得我得谢你才对呀 要是没有你的话 我哪儿来的这份工作呀 你是我的贵人啊 我才不是你贵人呢 那谁是我贵人啊 你 那那那你贵人就多了啊 是吧 像导演啊 还有制片人呢 还有公司老板呢 那都是你贵人啊 不用说的也是啊 你知道吗 我现在特别想给我爸的电话 告诉他 我找到工作了 我能赚到钱了 能尽快回到他身边了 咱今天必须得庆祝一下啊 来 谢谢 等我发了工资请你吃好的 这就行 来 现在可以吃了吗 吃 来 海滨啊 有一件事 我心里很不踏实 我知道 永续的上市计划 知我者莫若你啊 不过这是第二件事 还有第一件事 你说说看 你现在 大老板和我 都知道你的背景 你可是堂堂佳合集团 汪家的女婿 虽然妹妹走了 但是这几年 你跟你丈母娘的关系 就像母子一样 你们又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懂吗 我知道 你们怕我身在曹营 心在汉 恰恰相反 你是那什么样的人 我心里太清楚了 可是这老太太 岁数也不小了 总有退下来的一天吧 家和这条巨龙 总得有一个人去接手 我担心的是 你会突然之间离开了 不可能 真的不会 我和明明结婚的时候 就说好了 我这辈子也不会到家和去 我之所以在永续 一干这么多年 就是为了怕别人 说我是吃软饭的 以前是 现在是 以后也是 现在跟妹妹她妈住在一块 是因为我怕她孤苦伶仃 老无所义 咱得进这小道 我总算没认错哥们 那你这个人问题 先这么着吧 你打算一辈子就这样 不知道 反正现在没这心情 走一步看一步 还有 那可是天下 所有单身姑娘的损失啊 那你可以去弥补 走 吴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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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总慢点 吴总好 要不说哥们儿啊 也就是矮点儿 但凡再给我掌上 二十公分 吴总就不在了 哈欣 别说我没有提醒你啊 你一个已婚女人 天天和吴总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说人呢你 说人家老雷 到这儿 那身材 虽说是鸡肋 但也不是想扔就能扔 说呀 那个 你接着说 老雷 还是挺幸福的 你 妈 怎么样 在美国开心吗 我住院了 住院了 怎么回事 前几天开会的时候 我人突然发病 去医院检查 又没什么大事 我明天回来 那回来好 可也好好检查一下 可您一个人坐飞机行吗 公司有个女孩叫韩娇 她会陪我回去的 你就不用管了 那也好 那我明天到机场接您 行了 大忙人 你离到黑永绪吗 你要离黑永绪几分钟 不怕他倒地啊 我不想负这个责 咱们回家见吧 行 那我明天早点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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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 好